從此我不再是一個普通的打工仔 每次練球前一晚我都會充滿期待 想盡辦法讓自己進步 黃子華曾經有句金句 說得出我很喜歡上班這句話的人 一定是鬼上身 我都是一個平凡的香港打工仔 雖然未至於上班等下班 但是以前的生活都是平淡如水 唯一不同的是 我幻想朱如正身體矮小 即使在我喜歡的羽毛球場 總是捱打收場 後來我知道香港有朱如正羽毛球代表隊 於是在2014年我就加入了港隊 我因為交通意外 由健全的人變成雙殘人士 我以為自己對羽毛球的堅持已經很難得 但是從添身上面我明白到 運動給到先天雙殘人士的意義 和價值更加深遠 更加有影響力 甚至可以改變他們的人生 在公平競爭的環境下 我又從頭自己喜歡的運動 用公餘的時間努力練習 從此我不再是一個普通的打工仔 每次練球前一晚 我都會充滿期待 想盡辦法令自己進步 更加在這幾年中獲得多個國際獎牌 羽毛球不單止令我人生增加色彩 更加令社會開始關注朱如正患者 在傳統的審美眼光之中 男生要長得高大才是身形標準 而我天生就不達標 也許生命中有些事情你無法改變 只可以坦然地接受 在失落處找到自我定位 才能過得精彩、活得自在 今天我成為港隊羽毛球運動員 令身邊的人感到鼓舞 除了刻苦練習 正面的態度也不可以少 它令我確信 每個人只要有心 無謂挑戰就可夢想成真 人生是需要不斷探索 用我直前才能夠找到新的機會 而我藉著羽毛球 找到我人生的價值 香港人 你的人生除了上班之外 其實充滿著很多可能性 不要平平凡凡地過一生 我叫黃鎮炎 香港逃生逃獎 七百萬個故事 成就一個鄉 講故事 中文字幕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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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製作人